由那次叫大家來我的Facebook Group FIFA 香港投票 說下你要買哪一隻機種的FIFA 18之後 每天差不多都有人問我 那什麼時候才可以上去店鋪和老闆下訂 一直都在準備 到今天終於接受大家的認購 這次團購的安排 其實和往年都是大同小異 至於大家最關心的是價格方面 官方訂價就四四九 開玩笑 哪有可能以往我們都低過這個價格 而且是全港數一數二最便宜的 至於團購的名額方面 其實老闆就依照了我們在Facebook 交低來的數目去入貨 所以大家如果是在指定的時間裏面 是有投票了的話 基本上就不用擔心 就算了你進去的了 不過我要說一說事實給大家知道 就是在截止的日期之後 都依然有不少的朋友是繼續投票 也就是說有機會是超出了老闆的預算的 所以有擔心的朋友 或者在遊戲發售的那一天 不可以太過早去買的話 你可以先選擇 從今天開始去到發售遊戲那一天之內 這一段時間裏面上去店鋪下100元 最重要一件事就是說是何榮的是團購 由於你又可以去下訂 又可以去到遊戲出那天你才去買 那就不需要入帳了 也都不會接受大家入帳 也都不需要麻煩大家是入帳的 不過有一件事是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我們這次沒有PC的團購 雖然那天是有人加了一項叫PC下去 也有多少人是去投票 不過是沒有PC的團購的 不好意思 但是鐵膽那些Switch PS4、PS3、Export1、Export360 就一定有的 那當中還要提一提大家 每個版本的團購名額始終都是有限 如果是額滿了之後就不可以有團購價了 但是可以同樣去門市 只能夠以門市的價錢購買 下訂的朋友拿貨的時候 記得要大收據 遊戲開始發售之後的15天內都有效 但15天之後就沒有辦法轉讓轉購 或者是退款了 下訂的時候你說是PS4到時你去拿貨 不過是Export360就給不到你 這個要留意 至於什麼時候可以拿貨 我都說過了 以往我們都是首天就可以拿貨 試過有一年 就是給官方發售日期 還要早一點 大家記住留意 就是何榮在他的YouTube 和Facebook裡面的宣佈了 除了Fever18之外 還有是WinningEleven 2018 都可以給大家下訂 就是有PS4和Export1的 店鋪的位置就位於深水埗 長沙環政府合處的對面 有團購過的人兄一定懂得找 Google一下都很容易而已 記得進去就按4樓上去 轉右就是了 1至5就開11點半至9點 星期六就開11點至7點 如果遊戲開始發售的時候 如果反應過分激烈的話 可能會開星期日 但是未知 以往就試過是這樣 在這裡先多謝大家 是踴躍支持一連一度 何榮的Fever團購 各位記住 就是匯聚大家的力量 就拿最低的價格